从前 哇 你看他手上是长了个烽火轮吧 现在 哇 你看他还切三文鱼耶 我好饿 同样都是打戏用兵器 那差距怎么就可以这么大 那今天来不就和大家聊聊 曾经那些影视剧里的经典打戏 看什么才要真正的快意恩仇 说到打戏 咱就不得不提晚间花了 但他可不是随便比划几下 玩了一首螺旋桨功夫 加慢动作就够了 真正的晚间花 还得咱们喝家劲呀 九三满包青天里 他饰演的战招 剑眉星目 鲜衣怒马 开剑晚间花转剑 一朝一世 行云流水英气十足 仿佛时光中真的有南瞎战招的存在 而同样饰演过战招的娇英俊 他的晚间花就更不用说了 体态风流 自衣潇洒 朝朝都经得起一阵阵的戏着 还有小李飞刀里 这段比我转比还自如的晚间花 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天龙八部里 修庆把慕容夫的每一场打戏 都担得起潇洒 飘逸的美誉 欲聚武生出身的她 每一次剑花 伊姿马 下腰 都是毫不含糊 就这个用转剑去谁剑鞘的片段 我愣是看了好几遍都没动 也难怪王尹燕对她心生爱命了 这么帅的表格 谁愣不爱 林姨把肖骜江湖里 理解版林平之的这段辟邪现法 更是现在的流量们所不能及的 柔中带高 顺滑刀以为自己开了二位素 而且不仅男生 以前的女生也同样挽了一首好剑花 同样是林姨把肖骜江湖里 许晴饰演的人影量 随手一出剑 那也是又洒又酷 干净利落 真不愧是史上最霸气 灵力版人影量 我直接一个垂死 并中惊作气 大喊姐姐我可以 除了婉剑花 上次也是来不认为武侠片里 最不可欠少的存在了 那这里咱们就必须再次 隆重请出焦恩君 焦转转了 不论是宝莲灯里的杨姐 还是小李背道里的李循欢 上次在她手里 简直不要被玩得太丝滑 小鱼儿与花屋缺里 谢霆锋也不算专业选手 但是每一次转扇抛身的打气 都足以见到她背后的用功 动作行云流水 气势蓬勃入红 每一套打气都尽显意气风发 干净利索 还有陆小凤有花满楼里的张志尧 她的扇子 简直扇到了我的心口上 净时美 动时摔 每一场打气 都把力量和美感发挥到了极致 狼艳绝绝 事无其遥 说的就是咱们花工资吧 同样天下第一礼的叶玄 也是必须拥有姓名的 惊艳了我整个童年的上官海棠 英姿飒爽 绝不输距离任何一个男生 净时摇起扇子仪太天天 动起来高抬腿一字马 配上收放自如的耍扇 完爆现在一堆流量小声 第二个 长柄气 她是武侠剧里神医版的存在 十分考验使用者的臂力 手腕还有腰 耍起来颇有气势磅礴之势 就比如西游记里 魔王太子的这段回马枪打戏 以腰带枪 干净利索 宛如舞动的银龙 放在任何时候 都是教科书般的存在了 同为小先生的胡歌 在《少年严家将》里 这段白衣银枪 又俘获了多少女孩的心呢 只可惜了 现在影视剧里 去闲少能看到长平期的出现 但是好在前两天 《长夜记》里的路透里 罗云西的耍枪 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希望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除了长平期 《青宫》也是武侠距离 不可或缺的存在 现在的《青宫》 笨拙夸张 还时不时来来甲跳蛙 看得观众是只想换他 然而以前的《青宫》戏 轻盈飘逸 简直就是仙子下凡 分分钟我就能把自己 带入角色行侠仗义了 刘依菲的小龙女 可以说是让人念念不忘 脚点银白绸缎 从天而降 偏弱星空 随后古墓下的卧神而眠 更是宛若羽毛 漂浮在空中 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仙女姐姐 张志瑶版道帅楚流香 一目踏鱼而来 更是意境十足 恍如神仙来世 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除此之外 飞檐走壁 流妖青传 一朝一世行云流水 统统不在话下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当年的演员们 为了一部戏一场戏 费尽心血跟老师学 私下里还要自己琢磨 手骨琢的完全不教会事 只为了把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观众 然而回看现在的流量们 不是靠特效慢动作 就是靠导演那头写 劲儿是省了 但是也少了该有的江湖气息 苦了现在的观众们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感谢观众